凱特王妃在1月中的时候进行了秘密的手术 结果两个月过去了行踪成迷 全世界都在问王妃去哪了 好上几天被拍到了这个画面 赛恩爱跟威廉王子两个人走得在微笑 但是如今对BBC的记者质疑说 画面中的女子不是王妃 竟然是替身人韵哥 还有很多的疑点在在指正说 真的替身可能性很高 现在很多英国民众一直在敲碗 你知道吗 凱特王妃你在哪 凱特王妃你在哪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3月16号的时候 太阳报 其实他当时po出了这个影片 就跟你讲说我告诉你 事实上我们已经拍到了 凱特王妃跟什么威廉王子 他们两个其实一起去买东西 你知道吗 没有婚便嘛 对不对 而且大家讲说什么谣传 他什么身体不好 其实没有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还可以提众物 坚步如飞 表示是OK的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个画面一出来之后 立刻就被质疑讲说 等一下这个感觉上有点怪怪的 甚至连BBC的记者质疑说 这个女子看起来不像是凱特 我跟你讲 还有更奇怪的你知道 还有民众讲说 我跟你讲 其实你不要讲说她不是凱特 连旁边的威廉都不是威廉 两个这样一对都不是 他们有人怀疑讲说 是不是长得很像的 故意用这个方式 好像让大家看 因为老实讲 威廉如果要戴着帽子 凱特为什么不戴着帽子 是不是刻意要给人家拍到 当然有这种所谓揣测 其实就是因为很简单 在过去有很多凱特的照片 被人家发现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也不对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有些 也不能讲人家好事之徒 就是有些热心的民众 都会去比对说 他之前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现在后面出现是什么样子 来我给各位看 事实上他被拍到这个影像的时候 马上就有点进行比对 结果有人就讲说第一个 以现在相机的技术来讲 现在画素应该很高吧 可以拍到月球了 我们一般手机 就算你用手机头拍 更不要讲说狗仔专业的相机 对不对 2000万画素应该不太大 就算是手机 你现在好歹有个800万画素吧 对 他说可是问题是 你为什么拍起来 那个画素看起来很差 特别模糊 他说100万 200万画素 跟我们现在台北市政府 那个争议很像 为什么画素变得这么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人去比对他的耳朵你知道 发现他的耳朵长得不一样 你知道在整形界里面 有两个地方是很好去看的 第一个是脖子 因为脖子没办法整形 第二个是耳朵 耳朵很难整形 也没有人想要去整耳朵 结果就发现到说等一下 为什么一个耳朵是尖的 人家以前的耳朵是圆的 这个是画面中那个女子 对啊 这是以前凯特王妃的照片 还是因为头发这一吹 耳朵变形 还是头发遮住也搞不清楚 第三个有人讲说 如果你今天 因为他画面是模糊 我们现在知道 现在科技很厉害 我们不是有那个软体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 加几百万画素 就变成高清相片 他说一加进去 就发现等一下长得也不一样 真的不像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他补那个画素进去之后 把他整个连补坏 还是搞不清楚 还有一个讲说 你看这样一比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就差很多 是 所以到底真实的王妃在哪里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人就非常非常好奇 过去媒体里面就有讲到说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名人 名人既然有些长得很像他的人 也会借机而出名 像周杰伦 在大陆不是有卖烤餐 周炳伦 对 周炳伦 你有看那个影片 他就讲说 我没有告诉你 在英国有很多 就是长得很像凯特王妃的 甚至长得不像的 但是也透过这个出名 我给各位看这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老实讲 这个你遭一对比之下 我觉得神运上面是有点像的 你知道 那这一个其实叫做海地 那海地他本来是一个服务生 你知道 结果有一天 他可能是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 就在那个moment 有人觉得 哇 你长得好像凯特王妃 结果他就 我跟你讲 这真的有心 他特别去找了一件 跟凯特王妃一样的衣服 你知道 结果这一比起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你看他的神运 还特别去模仿那个动作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 说真的 左边右边 还真的有点像 我是真的很难去分辨 当然我眼睛也没有很好 老花比较严重 但是因为这样而出名 甚至还有什么 这个老实讲 我觉得更厉害 这个叫做 克里斯蒂娜的律师 他本来就是一个律师 结果大家会觉得说 天啊 你跟这个凯特真的太像了 他干脆觉得 律师可能不好赚 我做模仿可能比较好赚这样 结果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他真的是用心 为什么 你以为你长得像就OK吗 对不对 你讲话出来之后 大家会觉得 你不是 你是假 你知道没有 他从表情到特殊习惯 都去给他模仿 这真的用心对不对 对 非常用心 甚至有人讲说 我长得不像怎么办 我跟讲 长得不像 有长得不像的处理方法 有一个被认为说 也长得很像这个 这个凯特王妃了 我跟讲 重点不在他的脸 重点在他戴上墨镜之后 你说这样子吗 没错 其实这一个 其实他原先是 这个皇室里面的 这个所谓水游 水游我们讲就是侍从 是 那结果就有人都觉得说 因为他接触 王妃的时间非常长 所以你知道我们讲说 这个人如果相处久了之后 可能有些习惯动作之后 可能会相近 结果就有人发现到说 他虽然这个五官长得不像 但是如果戴上墨镜之后 眼睛以下都很像 但是人居哥我想问 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 都想知道说 可是凯特王妃做手术之后 是复原的过程不OK吗 还是有什么王室 想要掩盖的秘密 至今为止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如果凯特王妃站出来 那一切事情 这些沸沸扬扬的事情 就破功了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以英国皇室来讲 其实媒体高度关切 大家都很高度关注 对不对 所以皇室到底 有没有秘密的这件事情 其实外界都一直 非常多的这个揣测 可是你刚提到说 这个凯特王妃 因为他去进行这个手术 其实是经过肯兴顿宫 他们正式的证明 你看这个王室里面 还有一个皇冠的logo 他是讲说 这个凯特王妃 在伦敦私人医院 事实上是有完成一个 叫做腹部手术 那因为腹部手术的这些 他也没有细讲说 他的细节到底是这样 但是他有讲说 因为住院的关系 3月31号前 都不太可能公开露面 所以我刚刚就讲 刚刚那张拍到的那个影片 为什么被人家认为假的 皇室都讲3月31号前 你就不可能公开露面 为什么会有那个 肩步如飞 还提着一个代字爱走 对不对 再来就是说什么 再来就是 那你到底进行什么手术 对 好奇 像这种其实你如果是里面的 或者有外伤或什么 你现在很多讨论你知道 所以BBC就讲说 等一下 如果是一般简单的腹部手术 为什么你倒要住院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久 两个月 对啊 所以就讲说 有可能病情是严重的 甚至就开始有人 开始揣测说 告诉你 他不是因为身体里面生病 搞不好是受伤你知道吗 谁敢对王妃动手 王妃旁边没有其他的 这个护卫或随从吗 那个时候媒体就爆料说 凯特王妃当时在怀第三胎的时候 怀疑说这个威廉王子 有跟他这个有这个 不正常的这个关系 你知道吗 那你其实在画面上面看起来 你也知道这个 女生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但我不是说她漂亮 所以她后面被同文这件事情 是合理的你知道吗 但问题来了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有记者 就是他们媒体就把扑露说 可能有这个绯闻 这件事情的时候 居然被人家下架 那下架就代表是 一定有人高度的关切 而且你知道吗 事实上这个什么 被传说他可能是受伤 是讲说可能是这个罗斯 因为他就是觉得心怀不轨 所以直接拿刀就 这个不能讲细节 可能就直接去刺伤了 这个所谓的凯特王妃 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 居然干嘛你知道吗 居然连这个罗斯自己都出来 发声明讲说 你怎么说都会乱说你知道吗 所以这整件事情说真的 那你到底是受了什么伤 你为什么住院 这更奇怪的 英国的卫生部部长 居然证实说我告诉你 对 没错 因为王氏说这个凯特王妃 在私人医院住院对不对 但是居然说我告诉你 我抓到三个诊所的医护人员 他们居然去偷看 凯特王妃的医疗病例 那我讲真的 就是如果这三个有看 那是不是会出来讲 你知道英国很厉害你知道 英国都是花大钱去买秘密 就是他今天就没事 他去看干嘛 满足个人的这个偷窥的小好奇心吗 当然没有 一定是有人跟他买 结果你知道吗 现在讲说这个整个病情消息 有可能会外露 那包含到说这三个医护人员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调查 但问题就来了你知道 甚至连美国网红都跳出来 那我不知道 那个飘洋过海来看你这样 还知道他的病例是这样 就也有这个美国网红就爆料说 我告诉你 他其实做的叫做肠道手术 为什么 他意思是说给你做一个罩口 罩口就是基本上你可能一般来讲 其实都是那种什么你知道 就是你没有办法治理这个排泄或什么的 那你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罩口 接一个袋子 那问题是他就说我告诉你 他其实因为这个部分 所以他现在在皇家别墅休息 在今年3月10号的时候 那时候是英国的母亲节你知道 那他们其实皇室就发了一张照片 说我告诉你 那事实上凯特王妃跟他三个子女相处非常愉快 就是画面上的这一张 结果这张居然引发这个大风波你知道 为什么 因为其实像这个所谓的 这个皇室所发的照片 你会怀疑吗 我会怀疑 开什么 是官方的 英国皇室对不对 但我跟他讲这照片发出去之后 居然后来开始陆陆续续 美联社或其他的这个通讯社拿到照片之后 本来上架就给他下架掉 因为很简单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1234567890 要憋到一大堆 快20个 对 很像是我们看那个警方在办案的时候 现场发的那个号码白了 不是 是因为有人去比对这个照片之后 找到了这十几个奇怪的 16个奇怪的地方 太多了啦 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说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画面上面 刚刚有跑那个low day给大家看 有人去比对说你那个袖子 像这个地方 说你这个小孩子的袖子 怎么两边长得是不一样 对不对 甚至还包含到说什么 他说你这个凯特衣服的拉链 我也觉得很厉害 你是怎么比 他明明就是打开了 你有办法去比对出来 跟他讲说我告诉你 你那拉链位置是完全不相同的 我只能佩服就是科技真的很厉害 但问题就回来 一定有观众朋友会讲说 我听你们两个在说得好像真的 人家这个照片就是黄氏发布的 你有什么好 好那个 但问题就回来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黄氏是不是应该出来捍卫 应该要出来讲说没有你们不要再鬼舍了 什么16个地方还给你比对 你前面比对耳朵就算了 你现在跟我比对我黄氏的照片会不会太过分 但黄氏在这件事情上面 居然他的动作也非常非常的低调 搞到美联社居然发出了撤回令 他说要把这个照片撤回来 而且美联社还要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媒体 他也要强调他也要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撤照片 还是觉得说照片长得不OK也不会 但很可爱你知道美联社说什么 他说仔细观察之后 发现消息来源似乎串改了照片 消息来源不就官方吗 对啊不是你英国皇室吗 后来英国皇室他们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就讲说对我们确实是有针对这个 有进行一点修图 你是要修什么东西 我还很多人还担心你有没有换脸 因为现在很厉害你看那个脸躲 躲上去什么都能做对不对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承认你修图没有关系 好 承认 那个媒体就会讲说 那你给我原始党好了 真的交出来 你就证明都不要修图 因为老实讲修图其实他们很厉害 像我们摄影大哥都很厉害 他们都会去比对你知道吗 结果这也很奇怪 你皇室就直接就说好 我就给你就好了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